我是復仇者 我要詛咒我最恨的人 下地獄 我願意不惜一切的大家 把靈魂賣給惡魔 是為了得到他的力量 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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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錄影 我等一下打給你 OK 掰掰 頭髮好醜 不知道大家被人欺負的時候都怎麼解決呢 有的人會選擇悶不吭聲 有的人會選擇尋求協助 也有的人會選擇原諒 也有的人會選擇復仇 最近呢就有一個看我影片的觀眾 他就說他被人欺負 他也尋求了老師的協助 但是反而被欺負的越來越兇 所以他想詢問我說如何召喚出惡魔 然後詛咒傷害他的那個人 他甚至出賣自己的靈魂也沒關係 那你們猜我怎麼做 所以我把召喚惡魔的方法貼給他 這個時候一定有人心想 對 講真的 這個方法我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害死人 但是請把這部片看完 最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等我帶你們去召喚惡魔之後 你們就知道了 這個都市傳說呢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召喚出陸系法這個惡魔 召喚他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在我們自己的周圍 各點上一根蠟燭 電話之後我們要冥想 我們心中想要詛咒的那個人 或者是你想要借助惡魔的力量 就冥想著讓惡魔現身 然後我們來祈禱惡魔現身 然後接著歌頌一段召喚惡魔的經文三遍 把它記錄在平白裡面 那我現在準備開始 I call to mighty bringer of light, Lushiva Sprice of the abys here, Michael, almost powerful, one and Oshiva My ghost to sing, Lord the universe And now bring acting, Amy, making... 對,我們現在要念最後一次了 照理說念完這一次 Lushiva就會現身 I call to mighty bringer of light, Lushiva Sprice of the abys here, Michael, almost powerful, one and Oshiva My ghost to sing, Lord the universe Let now bring acting, Amy, making... Lushiva就會現身 I call to mighty bringer of light, Lushiva Lushiva 看來是沒有任何東西 我也沒有任何感覺 對不對 那至於那位網友玩完之後 它發生了什麼事了 你們猜猜看 我們後續改演 見 沒錯 最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的確我不確定到底會不會發生 但是今天如果我不告訴那個網友 這個方法 只是一昧地開導他 一昧地安慰他 他可能會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但是難保兩個禮拜之後 他又被欺負 然後他還是會自己上網尋找 召喚惡魔的方法 甚至找到的會比我 今天玩的這個還要更邪門一點 與其這樣我還不如 透過這個方式 教會他思考 讓他知道 復仇並不是最好的方式 而且學校 永遠不會教你 思考這個東西 學校只會跟你說 你被欺負了就尋求協助 但是很明顯 他尋求協助之後 反而被欺負的更慘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 其實從學生時期開始 到大的都是 覺得每一件事情 一定有一個正確解答 但其實我覺得 只要在尊重別人 不要觸犯法律的前提下 任何事都沒有對錯 我前面講的 悶不吭聲 尋求協助 原諒 復仇 是幾種方法 同時也可以是對的 也可以是錯的 重點是我們遇到事情 要去思考 問題的根源 再去解決它 而不是學校給你這一套 你就用這一套 這樣子人生永遠永遠永遠 會有很多個問號 永遠沒有辦法 找出自己要的答案 最後也很慶幸的就是 這個學生呢 他跟我說他找出 為何會被欺負的原因 而他改變了那個原因 他說他現在 越來越少被欺負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不錯的結局 所以我希望 目前的你們 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遇到什麼狀況的話 學著去思考 解答是自己才知道的 好 那我們影片結束就到這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分享按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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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